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想做個餓死鬼去投胎 有紅老前輩 慢慢來 你怎麼樣? 我沒事 你放心吧, 我還要打贏歐陽鋒 你真是大賢不慘 你現在只剩下半條蝦帽的命 你憑甚麼會打贏我 文章 我還有很多絕招未施展出來 要不然你還會有命 爹, 紅老前輩 你們兩個傷勢這麼重 不如靜心休養吧 何必還可以口善之爭呢 小兄弟, 你過來... 甚麼事?紅老前輩 我相信你也聽過 我們丐幫的漢家本領 打狗棒法的 本來我們這套打狗棒法 只傳給丐幫幫主不存外人 但是你這個義父大賢不慘 我現在要將你照顧傳授給你 讓你比試他看看 讓他知道我們打狗棒法的厲害 紅老前輩, 既然打狗棒法是不存外人的話 晚輩又怎麼敢學呢 何況我爹, 神智不清 你又何必同一般見識呢 我只是教你照顧, 不教你心法 你學會了也不適用 那就不是傳授給你了 你放些知識給他看看 他看完之後 心中自然有數了 紅老前輩, 打狗棒法明真剛好 我義父也未必應付得來 如果我學了的話 豈不是幫紅老前輩 你打贏我爹 晚輩還是不學了 籌客母... 你這個乖子知道你的功夫 打不贏我的打狗棒法 所以就不肯學了 如果這麼說的話 就算是我贏了 雲仔, 你過來 爹 爹 我錯了很多 絕世的武功沒用過 我用怕他 你儘管跟他喝 打給爹看 讓爹破了他的打狗棒法 讓他輸得心虎口福 還要對 打狗棒棒的連結 又就不怕阿絮 你也請 你這招呢 雖然是精妙 但是打不到我的 對 坦白 好, 攻守俱備, 果然厲害 那你服不服? 如果你能破到最後一支我打狗棒 那我就真的佩服了 楊過, 過來... 第三十六路的打狗棒棒 叫做天下夢狗 意思就是說 這招一出, 四方法力都是反應 經歷所致, 就算幾十個狗一起撲起來 也會死於棒牙的 怎麼樣?臭下夢 想不想到甚麼招數破解? 爹 我想到了, 我終於想到了 兒子 我想到怎麼破天下無狗的招 你過去打給他看 怎麼樣?我問你服了沒有? 歐陽鋒, 這個破解招數你都想得出 老乞兒真是佩服, 真是佩服 歐陽鋒, 你果然厲害 楊凡, 我是歐陽鋒 我才是真正的歐陽鋒 西洞歐陽鋒 你是老乞兒 熊七公 不愧是熊七公 爹 老老前輩 爹 老爺 爹 好 爹 爹 熊老前輩 我義父 雖然破解了你的三十六龍打高棒棒 但是如果真正對敵 又怎麼可以逐朝去發時間 躲磨研究你 說得上來 始終都是熊老前輩你耍心的 你耍心一臭 一個人即使命氣再響, 武功再高 結果都是難免一死 爹 熊老前輩, 你們兩位好好安息 天下這麼大, 不知道去哪兒才找到古古 去,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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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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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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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相信這次一定會很容易罵的 當然了, 難得有這次機會 莫巴蓋幫兄弟 連康護中人都很容易罵的 是啊 又多人多世眾 是啊, 很容易行齊 是啊 這位大叔, 請問你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麼容易罵嗎 你不知道是甚麼事嗎 桃花島郭大俠和蓋幫的王幫主 在太湖歸雲莊召開英雄大會嘛 你 甚麼有英雄的 你 來吧, 兩位 那兩位不是歸雲莊莊主嗎 陸冠英和她的夫人 她是民國大俠夫婦 跟她十幾年好朋友 難怪今回的借莊園出來 舉行英雄大會 民國大俠, 王幫主 爺弟, 嫂夫人, 謝謝 嫂夫人, 這次真打擾了 能不能在白衣莊開英雄大會 使你真是榮幸之辰 沒錯 認真教郭真人, 孫仙姑 趙志敬道長, 敏志平道長到 王幫主, 郭大俠 各位道長 各位道長, 你們不言千里而來 有失言人, 輸罪輸罪 郭大俠嚴重了 劉師兄因為身體不適 優長教和王師兄留下 和他運功療傷, 故不能臭身 我突然向郭大俠, 王幫主請罪 郭大俠, 他實在太客氣了 今天英雄大會 我們只有幾位道長大駕剛臨 已經覺得榮幸之辰了 對了, 目前在下寫了一封信 給幾位道長 請道長信要帶過兒來一聚 為甚麼現在不見了他呢 莫非過兒出了甚麼事 看這群臭道士 這次怎麼下台 是這樣的, 讓過他... 郭伯伯, 郭伯母, 過兒在這兒 過兒 郭伯伯, 我走身骯髒難看 我怕弄髒你的衣服 不要緊, 郭伯伯都不知道 多擔心你犯了甚麼事 所以你叫他師父 不肯帶你來英雄大會 貧道何德何能 有甚麼資格做他師父 道兄何出此言 難道過兒在重陽宮 犯了甚麼門規 如果是的話 我叫過兒向你叩頭認錯 尊其不好 免得我日後要向他叩頭 慈禁, 休等無禮 過兒, 到底發生甚麼事 幾位道長遠道而來, 周居勞頓 不如進內堂稍作休息再長談吧 幾位請 楊過兒 楊過兒 楊過兒, 你來了嗎 霍兒, 你出得正好 你幾個幫忙招呼客人 過兒, 你進來吧 楊過兒 我神神秘秘, 幹甚麼呢 貧道自知武功低微 不配為人師表 這次是專程向郭大俠 和王幫主赴經請罪的 過兒, 一定是你做錯事 還不跪下向幾位叩頭認錯 我沒有錯, 而且他也不是我師父 過兒, 你說甚麼 這個臭道士不單沒有教武功 而且是公佈私仇 叫那些小道士打我 這個姓郭的 看見孫婆婆痛疼我, 想收我入陪 他看不過眼 他竟然盼生把孫婆婆打死 姓郭, 我問你, 我不要說半句假話 我也覺得很內疚 是我錯手殺死了個好人 楊過, 我這裡有把劍 你殺了我, 在孫婆婆報仇吧 正確的, 你明知郭伯伯在這裡 我不會殺你 你何必多此一句聲聲作談 郭大俠, 我沒面子留在這裡 郭大俠 師叔, 楊過, 你這個畜生 竟然這麼大應不道 聖志會, 你在郭伯伯 面前尚且在畜生前畜生後廟 你們想想我的全真教 究竟是甚麼人子 孫道長 你還在這裡出醜 郭大俠, 黃幫主, 請貧道告辭 我們走 孫道長, 孫道長聽過報 孫道長 過兒, 真想不到 今天會弄到這麼多田地 不過我不明白 那個道士為甚麼不教你功夫 郭伯伯, 你還記不記得 當天在鍾南山腳上 你打一群臭道士落花流水 他們根本全部還手之力 那些老道士不介意 但是其他人難保不記得 他們明知不可以找郭伯伯你報仇 很自然的 這件事就出在過兒身上 原來如此, 那就連累了你了 不過我擔保 你以後一定不會被人欺負 甚麼?你想留過兒在身邊 蓉兒, 如今過兒她孤苦無依 我們一定要好好照顧她 是就是 但是這件事一天沒查清楚 一天過兒都背負著半出師門的罪名 這樣對她對全真教也沒有好處 蓉兒, 剛才過兒她說得陣陣有詞 連那個郭道長和孫道長 都無言以對 難道這些還不是事實 靖哥哥, 過兒的脾氣 你不是不清楚了嗎 況且我總是覺得這件事 沒有她說得那麼簡單 不如這樣吧 英雄大會之後 我們想辦法再查清楚 這樣也好 扶妹, 我真不明白 你為甚麼都要找楊過那個小姐一起去 是呀, 如果我們再不去的話 真是趕不及見 是呀 如果你們兩個這麼心急的話 你們先去吧 誰呢 怎麼這麼早 楊過, 你有空嗎 娘呢, 跟北黑衣開丐幫大會 場面很熱鬧的, 我們一起去看 我不是太喜歡熱鬧的 不是啦 芙妹 既然人家不想去 後面勉強人 是呀, 正所謂人多手腳亂 萬一打草驚蛇的話 那豈不是更糟 是呀 芙妹, 不如我們自己去吧 我現在跟楊過說話 關你們兩個甚麼事 你們兩個這麼多聲氣 不如自己先去吧 我們先去? 是呀, 你聽不見我說嗎 我叫你們兩個自己先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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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芙妹, 你別這麼久了 我叫你走 真是想不到 我們郭大小姐也有不開心的事 楊過, 你說大母小母這兩兄弟 哪個好一點 你怎麼知道 我說他們兩個都不好 為甚麼 如果我說他們兩個好的話 那我就沒有希望 你在這兒說甚麼 我跟你說真的 楊過…你又不是對人有意 你不要再亂說話了 楊過, 我們走吧 走, 我不去了 為甚麼 我又不是蓋幫的人 好像不太方便 這次不同的 今天是確幫選立新幫主的大好日子 場面難得一見 我們去見識一下也好 來呀, 去呀 去呀, 如果遲了的話 就看不到那些很古怪的儀式 可以了, 去呀, 去呀 去呀, 楊過, 走吧… 走快點 怎麼樣, 開始了沒有 剛剛開始了, 沒多久了 幸好, 楊過, 我們快點走吧 我 各位兄弟, 從今天開始 我決定將丐幫幫主之位 傳給長老老有腳 知道大家有甚麼疑問 各位兄弟, 從現在開始 老有腳就是本方第二十代幫主 大家以後胡在老幫 江大本方, 有福同享, 有和同當 有和同當, 有和同當 好, 現在新幫主接人, 立開見 來, 氣勇來了 他們幹甚麼 誰呀, 少見到過 這個確是幫我的規矩 凡是新任幫主 都要受到這個吐口水儀式 他們說這樣表示 第一, 會亡本 第二, 做乞衣的, 每天都要中藥行乞 受盡天下的人侮辱 所以做新任幫主 首先呢, 就是受到幫中兄弟的侮辱 各位兄弟, 希望以後大家團結一下 愛抗強敵, 內除奸黨 遵從熊幫主的教誨 熊幫主 記住終止這兩個字 昨天已經... 你知道誰是熊幫主嗎 他就是熊七公前輩 不過可惜呀, 我一直沒機會見過他老人家 好, 今天到此為止 大家早點回去, 準備明天的英雄大會 是, 幫主 請 請 請 小心 蓉兒, 你總算了一件心事 現在我才知道, 甚麼叫無官一身輕 可是我的心事還沒了 甚麼心事 你是上次我提過 把芙兒許配給過兒的婚事 你意思呢 我心目中已經有了姑姑 你再不知, 也不嫁姑姑萬恩 你看我不起, 我又放你在眼裡嗎 靖哥哥 蓉兒行為偏激, 性情古怪 你叫我怎麼放心把芙兒許配給他呢 是, 蓉兒他自小失教 性格有點古怪 但是近朱者赤, 近脈者赤 只要我們好好的管教他 將來必成大器 但是我怕他聰明反被聰明 當初我只是教他讀書刑辭 不教他武功 就是要他明白事理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真君子, 大丈夫 怎麼樣 哥兒他從小受了這麼多苦 你和我也有些責任 我要把我的武功全都教給他 不枉我和他爹結仁一場 那倒是, 來日方長 反正芙兒年紀更輕 成親的事遲幾年再說 你也說得對 你不是約了陸莊主 明天英雄大會的事嗎 不如你先回去吧 是呀 蓉兒, 你早點回去吧 現在你操心大小, 萬事小心 千萬不要動胎氣 我知道了, 長氣 那我先走了 你四個小鬼還不快點出來 郭伯母 娘 師母 好 就憑你們幾個人的功夫 就學人偷看 你們也算好了 娘, 蓋幫大會十年難得一見 我一定是拼你還在做幫主的時候見識 要不然將來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你不用太乖了 總之偷看江湖幫派聚會是不對的 下次不准再犯了, 知道嗎 知道了 芙兒, 你先跟大小武回去 你記得跟我說給老幫主 說我今天沒空教他打狗盆 過兒, 你別走 我有幾句話跟你說 你先回去吧 過兒, 我們去那邊再說 過兒, 你自有父母相亡 這幾年, 有沒有親人在你身邊 你自已一定過得很苦 郭伯母, 我... 郭伯母當初不肯教你武功 本意是為你好的 但想不到, 結果是累了你 坦白說, 以前我不喜歡你爹 所以對你存了偏見 但你放心 以後郭伯母一定好好的對你 把一身的武功傳授給你, 好不好 郭伯母, 其實我也有很多事騙著你 過去的事別再忌心裡 郭伯父一向對你事如己出 記住, 以後做人要爭爭氣 千萬不要辜負他對你的期望 過兒知道 郭伯母, 過兒有很多事想跟你說 我想以後再說, 我有點不舒服 郭伯母, 你看得怎麼樣 先坐下 你的手很冷 郭伯母, 你好一點嗎 過兒, 你的內功跟全真教的法門大有不同 究竟是哪個門派的 來日方長, 過兒慢慢才跟郭伯母說 我扶你回去休息 小心 抱歉 鳳伯妹 到底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 甚麼?甚麼怎麼樣 你跟楊過的分事 究竟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剛才爹和娘都是隨口說的 又不是真的 可是如果是真的呢 你會選楊過還是我們 芙妹, 我們兩兄弟一向怎麼對你 你是不是不知道的 你們兩個在說甚麼 我聽不懂 我也沒空在這裡聽你們兩個說廢話 芙妹, 你別走 自從楊過回來之後 你對我們兩個的態度遠大不如前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喜歡他 你胡說 楊過他的人脾氣古怪, 自以為是 我怎麼會把他看得上眼 真的? 如果是的 我們叔叔跟師傅文師母說清楚了 說?說甚麼 你不會嫁給楊過 沒錯 爹和娘有沒有親口跟我提過 你叫我怎麼開口 況且說不說有我自由 甚麼時候輪到你們兩個管 我知道 你根本就不能把楊過的臭小子 你胡說 我現在誰都不嫁了 楊過不嫁, 大武小武我也不會嫁 我這輩子都不嫁了 那現在你們兩個安樂了 芙妹, 我們只是為你好 是呀, 芙妹, 你別管我們 你們兩個兄弟原來走到這裡 弄得老叔叔到處找你們 甚麼時候, 老叔叔 外面來了幾個客人 我一定要見你們兩個兄弟 我們 秀文, 敦宇 爹 想不到你們這麼大了 爹 當年你娘為了救爹而死 而爹竟然一時糊塗 風風癲癲地走了 郭夫人, 這麼多年來 多虧你們收留照顧他們 我真是... 毛師兄, 你何必這麼客氣 這次你們父子得以團聚 都是多虧朱師兄他不負所託 千里兆兆訪尋你的下落就真了 多謝朱師叔大恩 我和你爹分屬同媒 情同兄弟又何必賢借呢 若又不是師父的醫術高明 我也沒那麼容易送回 神智清醒的爹給你們 對了, 朱師兄 一登大師必來無養 師父的身體健壯, 兩位放心 反而黃師妹你臉色蒼白 莫非抱養在身 剛才的確有點不舒服 幸好多得過兒相助 現在沒甚麼大礙了 霍兒 娘 為甚麼剛才不出去吃晚飯 又跟大小母吵架嗎 沒有 那是不是過兒 氣死我們郭大小姐 娘, 你別常常提著楊過的名字 我已經聽到很厭 現在誰常常提著楊過的名字 大小母 芙兒, 你是不是很討厭過兒呢 是, 他常常請爹 就是他不可一世 還自大到死 既然你說得他一無是處 那為甚麼當天他離開桃花島的時候 你又對他依依不捨 還常打探他在全真教裡的消息 人家只不過是可憐他 無父無母而已 他這種人 我哪會放在心上 是嗎 你這幾句話 騙騙大小母還行 那倒是 過兒一表人才, 聰明伶俐 比起大小母勝出很多倍 那你跟他在一起當然開心一點 不過可惜 過兒性格又硬頸又自負 要他像大小母一樣對你千姨百順 我想很難 而且他出身不好 真是叫人對他又歡喜又不甘心 又想放棄又不捨得 你說是不是 富兒, 其實你喜歡誰 爹和娘都沒意見 不過你太刁蠻了 別說過兒了 遲些連大小母也被你嚇走了 他們這樣 畢竟是你自己的終身大事 勉強不管 一切順其自然 畢竟是你 大家不要客氣了 多喝 謝謝 多喝一杯 多喝一杯 各位… 隨便, 不用客氣 楊哥, 你心不在言, 想甚麼 你猜猜 你心裡有這麼多鬼主意 我怎麼知道 沒有, 我在想 英雄大會這麼大的場面 我這個無名小子 竟然可以濫於充數 實在三生有 那爹和娘有心提携你 讓你看見大場面 以免以後出醜 其實呢, 今天場面也很熱鬧 豈人此理, 楊哥的小子可惱 師父和師母竟然編排他錯處姦徒 你看看他, 像我鄉下兒子 就是死人 你們說誰是死人 沒有, 爹 各位, 難得今天各路的英雄雲集 我郭某不妨有話直說 現在蒙古男侵, 應勢危急 郭某在今天的武林大會 就是想和各位商量一下 有甚麼良好計策 讓蒙古達子不敢再犯我大宋的江山 好… 沒錯, 正所謂蛇無頭不行 既然在座各位心懷中矣 何不直至今天大好日子 推舉一位得高望重的武林盟主出來 領土群雄, 共同抵抗外敵呢 不必選了 在下認為當今世上 非洪七公洪老前輩莫屬 沒錯 除了他老人家之外 試問還有哪個武藝可以服術 找得可以服人呢 各位, 只可惜我們洪老幫主 他一向神龍見守不見明 一向的抗敵大事 恐怕很難向他老人家請示 老幫主, 這樣就簡單了 我們另外推過一位富盟主出來 當洪老幫主魂柔四方的時候 我們就為富盟主馬首時尖 那就行了 好… 還有各位, 賢金之勢 郭靖、郭大俠武功蓋勢 合意為懷 我相信富盟主的位子被郭大俠莫屬 各位…我郭靖何德何能 這個位子我實在不敢擔當 你擔當… 你們大家在這裡推我讓的 倒不如這個武藍盟主之位 就由我們大蒙古第一步國法師 金輪法王擔任吧 霍都 中南山一邊, 郭大俠別來無養 幾位遠道而來, 不知道有何次教 師父, 讓徒兒跟你引見 這位就是當年曾經做過我們大蒙古 西征右軍元帥金刀駕馬, 郭靖郭大俠 而這位是郭夫人 也是丐幫的王幫主 這位就是家師 西藏聖僧, 金輪法王 也是第一護國法師 英雄大會 本來是邀請天下英雄出席 但今天閣下不請自來 不知道有何貴幹呢 正所謂聲匯難逢, 良機不在 天下英雄既然有意想推舉武林盟主 家師金輪法王實在是當之無懈 只可惜你們已經來此一步了 剛才我們已經推舉了洪七公洪老幫主 為我們的武林盟主 你這位是金輪法王, 是不是 還是請換 走 洪七公算甚麼 莫說他現在不是在這兒 就算是在職上 如果跟家師金輪法王相比 只怕是蚊比和牛比 混帳, 你這臭達子竟然大言不慘 洪老幫主 洪老幫主周遊列國 到處誅殺蒙古達子 恐怕也無懈 與這位素未聞名的甚麼國師較量 幸好洪老幫主 他跟這位甚麼法王都有全下弟子 不如今天就由這兩位弟子互相較量 既然如此 霍都, 你就跟洪七公的弟子比劃一下 敗軍之長, 何足言用 甚麼 霍都當天在中南山 曾經擺在郭伯伯手上 今天真是自己拿來出籌 蘇文丐幫的鎮幫之寶 有一套叫做甚麼打狗棒法 是洪老前輩的絕技 小王不才 想憑著這把紫線, 領教你 豈有此理 霍都真是狡猾 三賢兩賢官免堂 這樣就被開了套家 但我娘她現在懷著身孕 那怎麼可以比武呢 洪幫主的打狗棒法 不是這麼容易 傑, 你就嘗試一下她老人家的項目十八賬 當天在中南山層陽宮中 小王曾經跟郭大俠有個一面之緣 記得當天郭大俠曾經自稱是全真的門下 何以今日竟然有膽敢無認 是洪老前輩的弟子 況且今天是天下武林人士 推舉武林盟主之爭 那是家師金輪法王和洪老前輩之爭 郭大俠雖然武功高強 但是毅兼掃門 如果由你出手的話 恐怕未能夠顯示出 洪老前輩的真正本利 混帳 郭大俠, 你是不是在這裡推三推四 有寵的就跟郭大俠交諒 這就是所謂你們的英雄大會 不過如先 師父, 我們還是走把 如果讓你不幸做了這幫走廊飯袋之手 恐怕會折肉你老人家的威名 在下總是丐幫新任幫助老有腳 打狗棒法, 純術初學 本來是不應該亂用的 不過既然你一定要想見識一下 在下就只好獻醜了 好 小王就領教一下 你的真幫之寶打狗棒法 打狗棒果然明不虛全 可惜 打狗棒法如此精妙 我總不相信你真的會提 可能林大哥以為這樣可以有助聲勢 你們兩個別吵了 蓉兒, 打狗下方雖然精妙 可是老祖沒有初學 少不明他們是貴的 六幫主... 你怎麼樣 原來丐幫的鎮幫之寶打狗棒 要不愛如是 黃幫主 小王已經把打狗棒交還給你 若果你還是不服的 可是可以出來跟我過幾招的 你... 豈有此理 我才能為千金之體 又要跟這個卑鄙小人動手 沒錯了 你打贏我們兄弟倆才說 等著三文, 有得沒禮, 回去 天下英雄既然今天盡序於此 這樣吧, 我們姑且比試三場 如果任何一方能夠勝出兩場 就正式贏得武林盟主之位 不知道各位, 以下如何呢 豈有此理 那些無古狗咄咄逼人 看來今天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 黃師妹, 依你之見 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呢 對方這麼多人之中 武功最高強的那個 應該是金輪法王 至於霍都和達爾巴 靖哥哥和幾個全真教的道士 都跟他們教了兩個 我們總算知道虛實 蓉兒, 現在你身體不適 這裡由我朱昇郭道長免得可以應戰 以金輪法王的功力 我也沒有必成的把握 這也未必 我反而有必勝的把握 好 朱師兄,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孫子兵法裡面提過幾句說話 金輪君之上士, 與比下士 取君上士, 與比中士 取君中士, 與比下士 你甚麼上士、中士、下士 究竟甚麼意思 這幾句說話是有典故的 話說當年齊國大將田記 要跟齊王賽馬 孫兵教了他一個必勝的辦法 就是以上等馬鬥齊王的下等馬 以中等馬鬥齊王的下等馬 以上等馬鬥齊王的中等馬 結果以三局兩勝, 贏了齊王 我明白了 以朱師兄出戰霍都 朱師兄的一揚子一定可以贏到霍都 由我出戰的達爾巴, 我也有機會贏 但是以郭道長出戰金輪法王 我看太危險了 這件事關乎到中原武林成敗之事 雖然我武功不濟 可是我應該也要出力了 靖哥哥, 你放心 只要我們贏了頭兩局 第三局就不必鬥了 到時候郭道長又怎麼會有危險 對了, 這場我想不到 爹, 娘 怎麼樣 不...不得了 大毛小毛和我的拔刀打起來 甚麼事 朱如... 朱文, 朱文 朱文 勝負已婚, 兩位請回 朱文 朱文, 反過來 你們倆實在太魯莽了 真是死了也不知道為甚麼 郭大俠請放心 剛才小王和兩位高徒只是純熟比試 小王絕對不會當真的 對了, 幾位進去商議這麼久 不知道商議好比武的人選沒有 我們已經定了人選 不知道你是誰比先 小王的武功最差 當然是由小王比先 接下來的就是小王的師兄達爾巴 最後才由我加師, 金輪法王 你們的次序不會改變吧 小王一向言出九鼎 決不反悔 既然如此 那麼, 第一場比試 就由晚生領教領教 晚生姓朱, 名子柳 生平喜愛淫屍作對 飽讀詩書, 但是武功粗淺非常 請閣下包涵包涵 過兒 過兒 姑姑 過兒 尹師弟 你朝思暮想的夢中情人已經來了 你還快點向他訴衝請 姑姑, 你去哪兒了 過兒找得你很辛苦 你真是過兒, 姑姑不是發夢 姑姑, 你不再生過兒了 姑姑, 你不再生過兒了 我不知道 總之過兒不管 從今以後 就算姑姑去到天涯海角 過兒也不會再離開你 過兒 不開始愉快 先難過試逃罪 詩請